大家说这一次中台杜苏瑞 它降雨最明显的地方 应该是在东半部 花冬地区状况怎么样呢 没有错 其实因为昨天 这个中台杜苏瑞 它所经过的海域 都是有利于它长胖的 所以才会变成中台 但是就在稍早的时候 其实已经接触到 恒春半岛这边的陆地了 而且可以看到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台风是逆时针来旋转 所以在东半部迎风面 而且还有山脉 是拦截到了非常多的水汽 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水都是灌在哪里呢 可以看到我们刚刚 截取到的最新的雨量累积 第一名就是在屏东的太武厢 其实现在雨还在持续 断断续续的下下来 所以已经来到了300毫米 而且可以看到 花莲几乎占据了 排行榜的4到5名 都已经突破了200毫米 所以在今天晚间 花莲跟台东已经宣布了 从今天晚上6点开始 全线就停班停课 一直到明天 所以在花东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留意 而且雨势其实到今天晚上 它走的速度比较慢一些 因此可以看到 这样子也继续来发布了 豪大雨特报 就是针对了花东 还有屏东 以及中部地区的山区 还有北台湾 其实稍早的时候 也都有一些雨势下下来 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 等一下下班的时候 这些地方 大家骑车 开车都要特别留意 而除了雨区 还有风力也是非常强劲的 像是在迎风面 刚刚有说到台东 还有恒春半岛这一侧 以及北台湾 其实今天的下班之后的 路上强风也都是非常强劲的 另外就是海浪的部分了 刚刚有看到 其实还有些民众会到 沿海地区去观浪 尤其在台东 已经有宣布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 还去观浪 或者是去爬山 登山的话 其实最终会被罚25万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 台风都还没有远离 所以一些户外活动 都要尽量避免 降雨这么明显 就是因为这一大片 笼罩在台湾周遭 从雷达回波图来看 有气象粉砖分析 台风的外围环流雨带 好凶猛 花东 蓝雨绿岛 以及恒春 宜兰 逐渐进入摇滚区 得提高警觉 尤其花东山区 如果云雨带够持久 也有机会翻越 中央山脉进到西部 但因为这座 护国神山的阻挡 导致各地风雨 分布会极端不同 目前迎封面的东半部地区 从周二晚上开始 就有明显降雨 花莲吉安乡 周三清晨 室雨量一度来到 六十几毫米 气象局说 这是短延时强降雨现象 而其他地方 在最近这几个小时 室雨量也大概在 二十毫米左右 而目前今日最大的 累积雨量则是出现在 花莲的万荣 已经有来到一百三十毫米了 气象局也针对花东地区 宜兰 屏东山区 发布豪雨特报 新北高雄山区 还有台中南投山区 也发布大雨特报 并持续调整范围 周三宜兰山区 东部恒春半岛 屏东山区降雨明显 北部台南高雄 有局部大雨 西半部今天是局部性 短暂震雨 周三晚上到周四 台风逼近 雨势明显增强 等到周五过后 台风远离 雨势才会明显趋缓 气象局的总雨量预测 南部山区有两百到七百毫米 宜兰山区有三百到五百毫米 花东山区会下最多 可能来到一千毫米 不只有雨势大风力也不容小觑 先提顶台东跟恒春半岛的 地区的部分 随着台风暴风圈逐渐进入 在今天会开始出现 九到十级的强震风 气象局也发布 路上强风特报 蓝雨绿岛有十到十一级强震风 新竹以北东南部 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 沿海空旷地区 以及金马 可能会出现九到十级的强震风 还有新竹以北地区 有较强震风出现 气象局也提醒 北部地区的民众 虽然没有直接影响 雨势相对小 但瞬间震风还是很大 不能掉以轻心 TVB的诗论 陈建民 江明汉 连绿SG找做台语报道 而有关停班停课的最新消息 帮大家整理一下 明天有两个县市 是不用上班 不用上课的 分别是花莲县 还有台东县 另外花莲台东 说今天晚上六点之后 停班停课 高雄市像是桃园 茂林 纳马夏 六规甲仙 还有呢 屏东的恒春 琉球 车城 满洲 芳山 狮子牡丹 今天晚上六点之后 也是停班停课的 所以继续请教一轮 目前台风对台湾的影响 还有未来的趋势 是怎么样呢 其实最新的一报呢 可以看到就在稍早的时候 我们刚刚有提到 其实暴风半径 已经接触到了恒春 而接下来呢 它就是继续朝西北的方向 而且现在有一点点加速了 来到每小时 大约是16公里的速度 继续朝西北的方向前进 但是呢 因为太平洋高压 其实有一点点消退 所以它北转的幅度 才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因此可以看到 接下来要列入警戒区的范围 就是从云林到南部 以及花东地区 今天晚上呢 可以说是风雨 还是蛮强劲的 而接下来呢 它继续朝西北的方向 来前进之后呢 可以知道的是 接下来就换南部 因为接下来转吹 西南风的话呢 就会带来南部 尤其南高屏地区 雨势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大了 但是都是 有时候是间歇性的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今天晚上只有花莲跟台东 是全线停班课 还有部分乡镇是有停班课了 但是呢 尤其在南部地区 接下来到明天清晨 就要特别留意了 而且呢 大家都说那台北地区 北部 北台湾 有没有可能在明天会来放假 北北基陶四个县市呢 是说了稍晚的时候 就会来做个通盘的讨论 但可以看到呢 他继续往前走的话 今天呢 依旧是东台湾会受到这些影响 但是接下来呢 明天的时候其实 刚刚有说到 就是南部地区 风势 雨势会比较强劲 看起来北台湾 雨势跟风势 好像会小一点点 所以有没有可能放假呢 还是要看看 接下来 未来24小时 气象循 针对这些地方的 总雨浪累积 还有风力的大小是如何 才能够评断 有没有机会来放台风架 而到了周五之后呢 其实风跟雨 就会开始渐渐的减少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 还是蛮关键的时候 如果非必要 真的不要出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